欢迎您好 我是好想引 欢迎您搭乘凤凰五间专列 头条聚焦到的是 俄乌的谈判有进展了吗 这俄罗斯和乌克兰29号在土耳其举行新一轮的面对面谈判 谈判持续大约三个小时 就在会后 乌克兰谈判代表恰雷表示 乌方提议保持中立地位 要换取安全保障 乌克兰将不会寻求加入军事同盟 或是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另外 针对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 会设立15年的磋商期 俄罗斯也不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俄罗斯代表团的团长梅金斯基他提到了 会谈具有建设性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发表了讲话 称乌俄代表团在和谈释放出了积极信号 但是除非俄方撤军 否则和谈没有意义 谈判中 乌方提议保持中立地位 以换取安全保障 乌克兰将不会寻求加入军事同盟 也不会在乌克兰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只有在保障国的同意下才能举行军演 另外 针对克里米亚地位问题 设立15年磋商期 俄罗斯也不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另外 乌克兰提议签署一份新的国际安全保障协定 希望效仿北约第五条款的形式 几成员国受到攻击 其他成员国将会做出及时反应 乌方称 这应该是一份所有安全担保国签署批准的国际协定 乌方提出希望以色列 加拿大 波兰和土耳其成为担保国 俄罗斯 美国 英国 德国和意大利也可以参与 乌克兰将在所有外国军队离境后就和平协议举行公投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表示 会谈具有建设性 俄方指乌克兰的书面提议 包括确认其保持中立和无核地位的意愿 放弃生产和部署所有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乌克兰将拒绝使用军事手段夺回克里米亚和顿巴斯 另外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宣布 为增加互信 决定大幅减少在基辅和切尔尼哥夫的军事行动 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卢就表示 当天的谈判是迄今为止最具进展的 双方在一些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 两国之间棘手的问题将在更高层讨论 他透露俄乌外交部长将举行会谈 而俄乌领导人会谈也在议程之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谈当天 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了电话 讨论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总统俄罗斯军队停火 马上离开战离的地区 保证俄罗斯总统主权和领土完整 否则和谈没有意义 欧阳俄罗斯总统 我们看到所有的尸体 当然我们不看到标准备 她表示,俄羅斯仍然具備充分的攻擊性 但乌克兰不会放弃抵抗 西方也应该继续制裁俄罗斯 直到乌克兰收复失地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 包括早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结束的和谈 两人也有讨论用卢布结算天然气和人道主义问题等议题 普京表示,俄军以为平民提供援助 并采取措施保障他们安全撤离 马克龙提出撤离乌克兰东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居民 俄方表示,将予以考虑后再做回应 两人同意继续保持联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在完成第五轮谈判之后 俄国防部也宣布会大幅减少在基辅 还有乌克兰北部切尔尼哥夫方面的军事行动 而驻扎在基辅郊区的乌军表示 他们也注意到了俄罗斯军队并不像以前那么活跃 然而乌克兰总参谋部是说 他们不相信这俄方的撤军 认为俄军是正在重新的集结 以专注于乌克兰东部 在基辅市郊的布罗瓦雷前线 乌克兰士兵仍在保持高度警觉 在战后中巡逻 但有乌军指俄军少了攻击 我们在北部变发生了很多被人们的量 我们在第一天很好地咬着 他们不来得见 我们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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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不离开 我们不离开 布罗瓦雷四周都遍布被毁的俄罗斯装甲车 可见战况曾经十分激烈 有指挥官扬言 俄军已无处可藏 因为武装部队会找到他们 当俄军试图向基辅推进时 布罗瓦雷附近的村庄遭受了严重破坏 有农民失去了部分牲畜 只剩下15头奶牛 他要在瓦砾中尽力照顾他们 但在其他地区的战火仍然持续 在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城市比尔哥罗德 一个疑似军火库的地点发生了巨大爆炸 俄方指军火库是被乌克兰导弹击中 乌克兰南部马里乌波尔的巷战仍然持续 当地炮火连天 已被俄军围成一个月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29号发放视频 显示俄军在马里乌波尔街头作战 还进行搜索 期间发现了个地下室 有大批马里乌波尔市民正藏身于此避难 而协助俄军攻打马里乌波尔的车臣领袖卡德罗夫 也到了当地探望车臣部队 慰问商兵 并和当地俄军将领会面 最新卫星图片显示 马里乌波尔歌剧院一带 在俄军空袭后已成废墟 其中一处地点 有大批市民排队 相信是领取物资 联合国指当地有数以千计的平民死亡 留下来的人正在受苦 在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 当地的州政府大楼29号被俄军导弹击中 大楼遭严重破坏 中间穿了一个大洞 当局指至少12人死亡 33人受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就随着俄罗斯的表示 将会大幅减少在基辅 还有切人尼哥夫的军事行动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在29号说 也将会密切地关注 俄罗斯是不是以实际的行动 来兑现承诺 而美国五角大楼是认为 俄罗斯的最新表态 这是为了重组军队 而不是真正的撤军 俄罗斯对于基辅的威胁 并没有结束 对于俄罗斯副国防部长表示 俄方决定大幅减少在基辅 和切尔尼哥夫的军事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29号称 美国需要看到俄罗斯 采取实际行动 在此之前对俄罗斯的大力制裁将持续 我们会看 我们会看 我看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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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看 我们会看 如果他们接下来 strategies that have begun today or not begun continued today one in Turkey and others. I had a meeting with the heads of state of four allies in nato France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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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Britain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consensus that let's just see what they have to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表示 他尚无法判定俄罗斯的最新表态 是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军事行动的重新定位 还是一种试图转移视线的欺骗手段 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军事行动 我回到什么我说了 我说了 我们是有关于他们的关系 而是他们对他们的解释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发布这些发布了 有关于我们的重新义 只要有关于未来的 这个方式是 南部和南部军事行动 或是 我们是否也许是 在乌克兰东部和北部军事行动 是在乌克兰东部和北部军事行动 新一轮俄乌谈判29号在土耳其进行 布林肯当天对谈判表示怀疑 他称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取得进展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当天指出 外界不应该被俄罗斯的声明所迷惑 美方认为这是俄罗斯军队的重组 而不是真正意义的撤军 目前仍然应该防范俄罗斯对乌克兰其他地区采取重大进攻 俄罗斯对基辅的威胁也没有结束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9号表示 这俄美之间迟早会就战略安全等问题展开对话 而这也符合两国乃至于全世界的利益 佩斯科夫指出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早前的言论 对于而总统普京构成了人身侮辱 毫无疑问的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 不过两国间的对话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必要的 而美迟早将会就战略稳定安全等 只有两国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问题进行对话 这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拜登之前曾经表示不排除于普京面对面会晤的可能性 不过将取决于谈判的内容 那么对于日前有报导指出俄罗斯的亿万富翁 阿布拉莫维奇疑似遭到人下毒 而克里姆林公在29号去回应指出 相关的报道只是信息战的一部分 对于阿布拉莫维奇出席在俄乌与土耳其举行的 最新一轮面对面的谈判 佩斯科夫也指出了尽管并非俄方代表团正式成员 阿布拉莫维奇一直是在扮演着协调俄乌双方沟通的角色 并且已经获得了双方的认可 在之前的报道 阿布拉莫维奇以及乌方的两名谈判代表 本月初是在基辅会晤之后出现了像是眼睛红肿 持续流眼泪还有疼痛 面部跟手部脱皮等疑似中毒的症状 三个人之后出现了好转 并没有生命危险 紧接着来看我们记者发来的东乌前线日记系列报道 2月25号的早上10点 我们前往敦涅茨克市的中央区东乌民兵组织新闻处集合点 外国记者中 竟还有一名为YouTube网站工作的美国人塔维 塔维在敦涅茨克生活了八年 他还找了当地的女朋友 但是民兵和俄罗斯记者都调侃地亲切地叫他为 俄语及间谍 记者在东乌采访 只有上了车才能够知道目的地和采访的内容 我们采访组将准备去一个叫新特罗伊斯克耶城市型的居住点 新特罗伊斯克耶位于德尼茨克以南17公里处 它属于乌克兰沃尔诺瓦哈斯基区 乌克兰散兵部队在这个区域控制了八年 他们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 乌克兰总统哲联施基 今年还在一月份亲自视察了这个区域乌克兰守军的防御 我们现在为Novatrovskai 我们可以看到在村边有很多的这种被击毁的这种车辆 当然了在这个村庄也是昨天晚上进行了最激烈的战斗 而且双方在这个村庄的这种争夺战 也是战胜巷战以及村庄争夺战的比较典型的战力之一 那么俄罗斯军队的火力是支援着敦巴斯民兵 对这个村庄进行了一个夺取 当然Novatrovskai 对乌克兰空降兵是经营了八年的攻势 新Trovitskai 也是连接亚述高地沃尔诺瓦哈斯重要的外围的支撑点之一 乌克兰的炮兵连一直利用这个阵地 炮击东吴民兵控制的多库恰耶夫斯克斯 在这次战斗中 敦巴斯民兵集中了一千多人 对阵乌克兰国民警卫队亚述营约五百多人 战斗十分惨烈 乌军最终放弃了阵地 推手到一公里以外的基础线上 我们采访主抵达这个城市时 当地基本是结束了战斗 民兵组织的指挥官表示 姓特洛耶茨克耶 也是沃尔诺瓦哈战役重要的战略点之一 因为他位于敦尼茨克和马里乌巴尔之间的高速公路上 夺取和控制了这个点 也是俄乌两军运送必要的物质和弹药将变得更加容易 东乌民兵组织的新闻发言人巴苏林表示 东乌战役作为俄乌特别军事行动最重要的军事的想定 第一个阶段的作战任务 就是要完成封锁马里乌波尔市 巴苏林指出 战役的第一想定也是必须要切断或攻克 能够对马里乌波尔进行征援的亚述高地沃尔诺瓦哈市 厉害了在这里的坏远方 在这间区域里有相当的级独 在这些部位当中的处书都坏毁不准备 人民币阳不少 国人支持的这种反导弹的坦克的武器 在这个区域也是随处的可见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 卢宇光引力暴载中萨维 在诺维Troits的报道 那么近期欧洲多国是以涉嫌间谍行为 威胁国家安全为由 宣布驱逐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而对此 俄方表示将会采取反制措施 多个欧盟成员国包括比利时 荷兰 爱尔兰与捷克 于29号当天宣布驱逐部分俄罗斯外交人员 比利时政府以涉嫌间谍行为 危害国家安全为由 宣布驱逐21名俄罗斯外交人员 比利时外相威尔姆斯表示 这21人必须与两州内离境 他强调 此举并非制裁 只与国家安全有关 与俄方的外交渠道仍然开放 俄大使馆可继续运作 比利时继续倡导沟通对话 荷兰外交部也表示 根据安全部门消息 驱逐17名俄外交人员 认为这些人是情报人员 荷兰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还表示 已做好俄方采取报复行为的准备 爱尔兰发表声明 驱逐俄罗斯大使馆的4名高级官员 理由是他们的活动与外交国际标准不符 捷克也宣布驱逐俄罗斯驻杰克夫大使 对于来自欧洲多国的驱逐行为 俄罗斯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都发表了抗议声明 其中俄罗斯驻爱尔兰大使馆称 爱尔兰政府此举武断专横毫无根据 俄驻比利时大使表示 比利时对俄方的驱逐完全没有根据 对俄比关系造成重大破坏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俄方将采取反制举措 应对所有针对俄外交机构的不友善行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0号抵达了中国 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而他也将出席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讲会 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发布 拉夫罗夫专机抵达安徽屯西的照片 而外讲会将会在31号在屯西举行 3月30号俄罗斯外长也将会与各国外长 包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举行一系列的会谈 而就在之前 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这次的会议也将会审议在 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领域 向阿富汗提供援助提供良好机遇 另一方面 各方也将就应对阿富汗恐怖主义蔓延和贩毒 等共同威胁的方法进行对表 带回来看香港的疫情 林郑月娥就强调了 疫情虽然让香港出现人才流失 但传统优势仍在 疫情肆虐之下 香港纪律部队也积极投身 抗疫工作 接下来我们要聚焦香港的疫情 向特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今天的每日例行抗疫记者会上就表示了 香港重视巩固国际地位 但是在生命至上的原则之下 还是要严守防疫措施 虽然近期出现了一些人才流失的情况 但她也相信只要保持传统优势 在疫情之后 这香港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短期在疫情缓和之后 我们都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这个就是包括在3月21号 我公布的有关于 可以取消了这九个国家的融团机制 其后也都是增加了一些 检疫酒店的房间 还有对于航空公司 那个航班 或者是航线 那个熔断机制 也都做了一些理顺的工作 令到这些海外的人员的往来 可以稍微恢复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 他提到了 当前香港的外汇储备充足 有信心要维持香港的货币和金融稳定 他也讲到 香港的金融市场在疫情之下 仍然营运有序 股票市场从三月以来 日均成交额达到了1800亿港元 南北向通的成交量也高于或接近去年第四季的水平 虽然近期的国际市场出现包括乌克兰局势 成熟市场的加息 以及新冠疫情等各种风险的影响之下 港股也曾经出现过波动 但是仍然展现出了韧性 并没有发生系统性风险 由中央远港抗议中医专家组组长 童小林院士 29号所率领的内地中医专家组到港之后 与香港中务司司长李家超等官员 在政府总部举行了会议 双方就香港的疫情做入了深入交流 并且讨论到怎么样去充分的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及作用 要进一步的提升香港疫情防控能力和成效 由七名专家组成的中央政府远港抗议中医专家组29号下午 在政府总部与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等特区政府官员举行会议 特区政府首先向专家组介绍香港中医药发展及规管架构概况 以及中医药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工作进展 非常感谢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区的抗议工作 派中医专家组最点尖的中医专家来到香港 更代表中央全方位 而且毫无保留地去帮助特区政府看你的工作 李家超强调 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的预防治疗及康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医专家组的到来带来中医在抗疫方面的专业和临床实战的经验 更带给香港抗疫信心和深厚的民族关怀 特区政府重视专家组的考察工作会送出最实切的安排 积极汲取中医药在防疫抗疫方面的应用经验及交流 香港事务级卫生区局长陈兆时介绍说 香港医管局推出多项中医药服务 包括在社区治疗设施推出住院病人中医特别诊疗服务 在社区隔离设施分发抗疫中程药及设立免费中医咨询服务热线 为出院病人以及完成隔离人士提供中医门诊特别诊疗服务 以及为确诊的安老院设院友及院设职员提供姚具中医诊证或外展中医服务等 另外香港中医药业界还针对不同受众展开多项中医姚具诊证服务 并在可行的情况下为患者派送所需药品 当局透过中医药发展基金推出特别支援计划 此处中医师为在家隔离的阳性患者提供免费中医咬具诊证服务 及提供中药配送服务 中央政府远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组长佟晓琳表示 中医药可以在爆发重大疫情时发挥重要作用 这次的疫情确实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隐秘性啊传播性啊这个速度之快 香港这个现在受到了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冲击 这个如何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我想中医药呢肯定是其中一个方法 它是可以在这个这个这个疫情 重大的疫情时候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专家组在未来几天会到访中医药抗疫相关治疗设施进行考察 并与香港中医药持份者及专家会面 以进一步了解香港中医药在疫情防护和治疗等不同层面的情况 并做出实切指导 丰华为视金小飞香港报道 现在香港的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 那中医药的治疗究竟能为香港的抗疫工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的记者王峰今天邀请到了香港注册中医学会的会长 他是陈永光 他来帮我们分析 王峰时间交给你 小艺中午好 我们知道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后 中央捐赠和协助采购的120多万盒的中程药呢 已经陆续地抵达香港并且在分发过程当中 那昨天呢我们也见证了七位内地中医的专家抵达香港 协同早前已经抵港的20多位中药和中医方面的一些理疗师 正在香港展开相关的工作 对参与这个新冠疫情的防治工作 那么香港本地的中医药界有哪些的声音和行动呢 接下来我们就请问一下这个陈会长 陈会长目前这个香港注册的中医有多少人 在第五波疫情当中主要参与了哪些方面的防治 我们香港的注册中医呢 我们香港现在有8000多名注册的中医师 而这两个月 尤其是第五波疫情严峻的一个时期 那中医呢是御用了线上治疗的方式 去为居家隔离的病员用电厂治疗 帮他们在镜上的诊证 送药上门 最近免费的 那最近呢 业心医管局和中药发展基金 是资助了一笔钱 就为2万名居家隔离的病人 那我们去由200多名的中医区 去通过信用法来帮他们来进行典区 那我们有一个中央的配奥 这些是最好的药区后呢 是送给他们 你觉得这是已经我们目前 8000多位注册中医能够做的极致吗 还是可以有更多工作可以参与进来 现在我们8000多位注册的中医师 是在不同的岗位去服务 包括呢是在大学里面 就像在进会大学 现在呢是为几万名的居家隔离的病人服务 这个世界初期呢 也是发动了室上诊疗 包括一般居家隔离的病人 这个很多的病人呢 也是来寻找我们这个中医师来进行治疗 就受到了疫病的效果 透过医管局院设和这个学会呢 就为院设的老人家去诊疗 也去取得了疫病的效果 所以在参与中香港会有些院设的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昨天这个 就是内地专家组来港的时候 谈到说将会和我们本地的这个中医药界合作 去探讨出一个适合香港的一个防治路线 您觉得这条路线当中 我们本地中医可以做一些什么 其实这个是非常之好的 我们知道国内的几位专家 同志林教材带领了专家来 他目的呢就是 将美业马将他们国内的经验 就是说他在国内这两年的经验 带给我们 另外呢也是我们香港的中医 也都是透过经验来 我们学习到的经验 也都是我们将在这两个月呢 我们在那个市场上面 观察到的香港这个病的经验 可以也都会报回美国多位专家 也都希望专家 他可以教导我们 知道我们的 怎么样去更加好 抗击防疫的作用 您觉得说这几个月来 这个市民对于中程药 对于中医的一些认识 有没有一些变化 当然在这两个月呢 尤其是这个几个月呢 我们中医发动了 去治疗这个新冠肺炎之后 发动了很多的诊疗来就医 不只是一个预防啊 调理身体啊 他更加可以预级的了解中医 也都会医很多重症的 所以呢 透过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专家来 香港之后呢 去疗 能够带动香港的医疆 以及重症 所以是我们透过专家来访之后呢 我相信你会更加对于重备 香港政府 尽快是 在发动的经济和治疗 才加热到呢 就是因为中医在香港的医疗卫生 其中 其实我们是并没有参聚 所以当疫情突然间爆发 政府和疫情吃 呢 大家已经没有考虑过 其实香港还有一群中医 是可以帮忙 那我们将这一群稳定之后呢 那政府是可以考虑 将这个中医呢 纳入医疗卫生 短期之内呢 这些这个本地的中医 也希望能够和香港 和这个就 防港的这些专家组的成员 一起来探讨出 适合香港的一个 中西结合的防疫路线 那么长期来说 也希望政府能够将中医 纳入到医疗体系当中 好 相议 把时间交换给你 谢谢王峰 还有我们嘉宾 所带来的介绍 中医药对于香港的抗疫 起到的关键作用 而内地公港的物资 现在也继续的 源源不断抵港 根据海关的统计 3月29号的零到24点钟 由内地公港的活猪 有3046头 蔬菜有2429顿 而水果411顿 冰鲜冷冻肉有926顿 其中冰鲜的冷冻猪肉 有114顿 水产方面有358顿 蛋类284顿 而乳制品有86顿 我们要看往前线 香港第五波的疫情 肆虐之下 各纪律部队 也积极地参与抗疫工作 在28号全面投入服务的 元朗谈委社区隔离设施 就由近近400名的海关官员 来负责管理 从接待患者 到接听热线跟物资分配 在每一个岗位 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也向我们的记者分享了 在抗疫最前线的感受 中央运建香港的社区隔离设施 陆续交付使用 香港保安局从各纪律部队抽调人员 成立抗疫特遣队 负责设施的管理工作 原本在香港海关负责打击毒品的官员 王硕卫 他的新任务是在元朗谈委社区隔离设施 负责患者接待 在社区隔离设施 抗疫特遣队开设了24小时热线 及时与患者沟通 本市海关毒品调查科官员的李勋 现在就是热线组的议员 我第一晚回通宵 大概是三四点左右 就有一位女士打电话上来 她在电话里面就哭了口地跟我说 不停地重复 你们不要把我的女士出去 我担心到睡不到觉 原来这位女士是一位单亲妈妈 她的女士因为早过这位妈妈确诊 所以当天其实是她的女士出院的日子 所以她担心她的女士出院后 没有人能照顾到 所以她打电话上来 想我们找同事帮忙 看看能不能让她的女士在这里留多数天 到早餐之后 我就打电话给这位单亲妈妈 对于设施的管理工作 香港海关封县管理组指挥官 陈启豪形容 他们是在打一场易进球 以前调查工作就是抽丝摸紧 就将罪犯抽出来 但是方舱的工作就是 好像一个机器的齿轮 环环相扣 大家都是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 但其实凭着一伙心 希望将事情解决到 大家都要走多一步 好像足球那样 打热警波的时候 我们每个球员都要走多一步 这样的话就将事情搞好 从海关到方舱 他们全力投入新任务 但是无论在哪个岗位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那就是带着香港海关 专业承担的精神 服务好每一位有需要的市民 凤鸿卫视 崔友军香港报道 带回来带您关注到 是中国恒大宣布出售 杭州商业界的项目 预料获益超过2亿元人民币 在上海浦东 封控两天910万人 完成了首轮核酸检测 欢迎回来再看到五间财经 俄乌谈判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之后 市场的避险情绪出现降温 隔夜的欧美股市全线上涨 这也激励了亚太区的股市普遍走高 澳大利亚还有台湾股市是上升大约0.8% 不过日元的汇价在严重超卖之后迎来修正 这也打压了日股走势 日经指数下跌超过1% 而内地互升股市则是高开高走 市场对于稳增长政策加码的预期升温 而深圳市场涨幅领先 创业版纸是涨幅接近了3% 来看到图表 截至中午收盘 这上证指数呢 是收报在3245点 而上升41点 升幅1.29% 而半日成交来到了2424亿元人民币 深圳成分指呢 是在收报于12143点 上升了248点 而升幅2.09% 半日成交3262亿元 而相当股市也延续了向好的走势 恒生指数是高开了174点 收复了22000点大关 而早段最多上涨了363点 但是磕王肋股回土早段的涨幅 限制大盘的涨势 而恒指中午收盘 暴在22180点 上升了253点 升幅1.1% 由于受到债务违约风波困扰的 内地房企 中国恒大宣布出售旗下的 杭州水晶城商业街项目 而交易将会为集团 带来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收益 恒大发布的公告指出 水晶城项目的权益 将转让于浙江省浙建房地产集团 还有浙江省建工集团 总代价约为36.6亿元人民币 在扣除了工程费用之后 所得的收益将会用作 集团一般营运资金 水晶城项目它坐落于 杭州之江国家旅游规划区 面积是占有将近9万平方米 而另外一方面 中国恒大表示 已经就旗下的恒大物业 大约是134亿元人民币 这是抵押保证精英存款 遭到银行强制执行 事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而集团的另外一家上市企业 恒大集团今天复牌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如期 发布了业绩报告 也将会在周五再度的停牌 恒大汽车的股价一度暴跌了一成四 而由于有部分的俄罗斯公司与银行 因为受到了经济制裁 资金遭到了冻结 也导致了全球债务持有机构 在利息收入与本金到期时 转账程序受到了严重的困扰 据英国伦敦金融时报报导 经济制裁导致的部分俄罗斯公司的美元 债务利息和本金到期之后 而无法转账 引发债券持有金融机构的基金经理 与法务部门 在保护投资人收益 和判断俄罗斯发债机构债务违约的标准方面 必须进行前所未有过的周旋与调度 在正常的运作程序中 债券收益 将会自动转入到债券持有公司的账号 投资人的收入也会自动入账 但是俄罗斯说到经济制裁之后 很多俄罗斯发债公司股东资金被冻结 而缺少流动资金 同时不受经济制裁 并且有流动资金与支付利息能力的公司 也以不同的程度 因为部分债务承销的俄罗斯金融机构资金被冻结 或者是转账渠道受阻 而无法按时履行债务合约 报道指出 按照常规债务合约规定 判断债务违约的标准是资金是否准时到账 其中并不考虑地缘政治因素 但是目前的特殊环境 债务承销公司 必须与公司法务与合规部门配合 在国际债务转账与结算程序 错综复杂的流程当中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金流调度与调整 以其一方面不触犯经济制裁命令 同时也设法避免对债权人与投资人的债务合约责任出现违约的现象 尽管如此 目前与众多俄罗斯公司有债务往来的美国金融机构也分身做好以应应债务违约的行李准备 旁着张兆宇 纽约报道 也来看到是俄罗斯财政部在周二发出的声明 表示有一笔是在4月4号到期的俄罗斯联邦欧洲债券将会以卢布来支付 声明也提到了2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欧洲债券 本期将会以俄罗斯央行的官方汇价以卢布来支付 但是这一笔在2012年所发行的欧洲债券条款规定必须要以美元来偿付 目前也不清楚不愿意接受卢布的债权人将会怎么样处理 分析也指出了俄罗斯的举措是为了要防止债务违约并且稳定卢布汇价 同时也协助没有办法接受美元付款的俄罗斯债券持有人能够获得偿付 另外一方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表示将会在3月31日的期限之前 会制定切实可行的安排让外国企业用卢布来支付天然气的费用 还有更多焦点我们马上回来 差不多一个最新的航太消息 3月30号的10点29分中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11号运载火箭 成功的将天平2号ABC卫星发射升空 而卫星顺利的进入了预定轨道 天平2号ABC卫星主要是提供大气空间环境测量 还有轨道预报模型修正等服务 后续我们也会完整报道 再来看疫情 明镇内地的疫情是根据国家卫健委的通报29号的0到24点钟 而内地是新增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来到了1629例 而其中1565例为本土确诊个案 而境外输入有64例 那么在新增的本土病例当中 吉林有1150例 而其中长春市有875例 吉林市268例 在上海市新增了326例的本土病例 另外上海新增了无症状感染者有多达5656例 其中有816例阳性感染者 并不是在隔离管控中所发现的 占比为13.6% 本轮的上海累计阳性感染者已经超过了24000例 而官方已经将新国际展览中心 还有世博展览馆等改建为集中隔离的收治点 上海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由前一日的96例大幅上升至326例 但官方指出326例均为轻型病例 上海黄埔江以东等区域 28号5点起进行封控 第一轮核酸筛查累计完成910万人 30号还将进行第二轮核酸筛查 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我们新一轮的核酸筛查的工作 我们要确保财送检报的各个环节高质量高效率的推进 另外要全力加快阳性感染者的转应 上海市从30号起将对重点场所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预防性消毒工作 十大重点场所包括办公楼宇建筑工地公共场所交通工具 家庭农贸市场大型商场社区学校养老机构等 此外对垃圾收集设施也将进行消毒 本次专项行动是本着不影响市民日常生活的原则开展的 比如说不会把公交车停运进行消毒 或者把电全部关掉进行消毒 它一般都在闭电 比如商店它是在闭电的时候 不影响正常的市民的一些日常的一些服务 当前上海抗疫形势严峻 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均派出医疗队支援上海的核酸检测和救治工作 另外长三角山东云南等供应基地 也向上海发送了大批蔬菜等生活物资 凤红卫视黄大亮和超上海报道 国台办在30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而根据介绍台胞深社个体工商户新政 在本月16号出台之后 各地的台胞积极响应 这次开放的领域涉及到文创 服务业乡村振兴等行业 很多都是台湾的优势行业 为有意来大陆做小本买卖 起步发展的台湾青年提供了就业创业 成就梦想的新的选择 那么作为主要受惠的群体 台青们对这项政策是充分认可 并且积极响应的 在我们了解一下 在江苏 北京 上海 广东 福建 浙江 重庆 湖北 辽宁等省市的台湾青年 都已经纷纷向当地的主管部门咨询 并且咨询设立个体工商户的事宜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居民 特别是台湾青年会从这项新的政策中受益 迈出创业就业的新步伐 实现更好的发展 对于一项针对80后最新的就业调查显示 有56%的人是想要离开台湾工作 33%的年轻人首选大陆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表示 欢迎台湾的年轻人到大陆就业生活 大陆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巨大的市场体量 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规模最大 门类最全 配套最完备的工业体系 为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还有多样的机遇 2015年以来 国台办受牌设立了78家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 涵盖了园区 学校 企业等各类的平台 为台青提供实习就业岗位 辅导培训等 助力台青在大陆实习就业创业 再把镜头拉到台湾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 全台的政治经济中心 也就是台北市市场的 应该说到市长的选情受到了高度的关注 而国民党立法委员蒋万安 他最近就表态了会意间扛起责任 打最艰困的一仗 也预计5月份会正式的宣布参选 台湾将在今年11月26号进行县市长改选的投票 目前各政党都在布局人选 在备受关注的台北市部分 国民党预计有蒋家第四代 现任立法委员蒋万安出马 竞逐市长宝座 在台北市 国民党是非常非常的艰困 中央是民营党执政 地方是民众党执政 我想这是第一次面临到 完全在野的情况 所以是非常非常艰困 所以我会一肩扛起这最艰困的一仗 蒋万安点出国民党在台北市的选情不容乐观 但强调自己愿意一肩扛起责任 这次传出蒋万安将参选以来 他最接近直接宣布参选的表态 其实台北市必须打一场团体战 有些人认为母鸡没有出现 但这一次母鸡跟小鸡是要相互搭配 打出团队战力 与其早早宣布 其实更需要的是团队的整合 就包含议员 包含基层里长 你有没有想过宣布参选的时机 是什么 是什么时间 就议员要完成提名作业 蒋万安在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透露 正式宣布参选的时间点 预计是在五月份 但他早已密集拜会地方基层 近期也增加对时事议题的回应 在媒体前露脸的频率大增 相较于过去较为小心翼翼的谨慎态度 已经可以秀出他为了参选升级备战的气氛 凤凰卫视林奇兵陈文堂台北报导 同学感谢您的加入祝福 您一切顺心再会